好 主播姐 現在所在的地方還在這個台中的大渡 大甲媽祖的軟轎 還沒有來到這個大渡橋這邊 不過記得提前來到 可以看到許多信眾 其實也提前走來這個大渡橋這邊 因為過這個大渡橋之後 就是彰化的轄區了 那可以看到目前台中警方 還是很賣力的在維持秩序 那許多民眾趁著天還沒有黑 想要趕快的找到這個落腳處 所以就紛紛的來趕進度往前進 那可以看到目前 民眾中大包小包的來前進當中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男孩子 他是東華大學的學生 因為這次的地震 特別製作看板來為學校祈福 我們來問一下他 我們是為什麼會有這個響應 然後我們有多少人一起 因為我們前天學校 會發生這種化學火災 然後因為在資源不足 以及防災的考量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火場 去搶救這些實驗成果 那其實20年來的這些實驗數據 就已經複製一句 那我們這些畢業的校友 其實也看到說學生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我們就很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想透過來陪大家媽走一段 然後來為我們的學校祈福 然後大概有我們有 後面有五六位同學會再來接 這一個看板 謝謝 我們大概是分配怎麼走 就像我今天是走完第一段 至少到南邀宮 然後後面再看學弟妹他們的狀況 可能就會走到這個再分天走 最好的狀況就是九天有九個人 這樣子我們一人走一天 對 那我們現在是幾個人 我們現在目前有六個人 但或許人數還有機會持續增加 對 可以幫我們講到選校損失 大概目前是大概多少錢 目前根據官方可知的統計 統計有大概二十億 二十億的損失 二十億的財損 那我那時候收到的訊息 還在十億跟五億之間 對 所以目前校方知道你們這個 就是這個響應這個活動嗎 有有有 學校其實有知道 那因為我們在路上也遇到 非常多的校友 鄉客 還有社會各界的大眾 都給予我們非常大的鼓勵跟支持 對 有預計就是我看你行囊蠻少 有預計要在哪裡繞腳 我還不知道 但就是走到我不能走為止 對 所以我後面就會有寫一句話 就是那個 就是希望蕃薯即便落到地板上 它也可以重新的長出枝芽 浴火重生 對 你剛剛有說一人走一天嗎 那可是您可能是不是會走更多呢 我希望我可以 但我會盡我所能 對 走到我不能走為止 那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是怎麼做這個交通公主 從台北 然後再搭火車 然後到大甲 其實一出大甲的時候 我就覺得已經到了繞境現場 然後從大甲開始 起架之後 我們就一路步行到這裡 大概現在已經走了五萬六千步 那大概等一下會 我估計到南遙宮的話 大概是六萬步左右 對 可以聽到這位同學呢 真的是非常的為母校著想 因為母校遇到地震 又碰上這個火災呢 導致這個學校損失非常的多 所以呢 所以目前他們會一起來到這個學校 所以他們目前會一路的來跟著這個 繞境活動來為學校來做祈福 那可以看到呢 目前的延期表董事長呢 已經來度過這個大渡橋的部分了 坐這個鐵牛車一路的前行 那也是超前那個轎子的進度 那目前的天色還沒有暗 那持續呢民眾的趕進度當中 以上現場有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鏡頭交往我們